因果报应 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 有一位知情人就讲了这样一件故事 有种食物是给鬼吃的 活人是绝对不可以触碰的 否则谁也救不了你 以下是知情人的字数 张扎只告诉我 圈子里一直有一个传说 说的是世界上有一种 介于活人和死人之间的人 专门接引横死之人的灵魂去地府 这种人被称为杜灵者 杜灵者只出现在大型灾难的现场 死的人越多 他们出现的概率就越大 要知道横死之人 死的时候大部分都迷迷糊糊 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还跟个活人一样 在那稀里糊涂地乱窜 要是跑丢了 要么得天亮之后被太阳照得魂飞魄散 要么就躲起来错过了去地府的路程 成为了一个孤魂野鬼 而杜灵者的存在 就是指引这些横死的灵魂去地府的 一直以来 我都认为杜灵者只是一个传说 毕竟我们入行这么长时间都没见过一个 直到那次 我和张扎只接了一个奇怪的活 这个活是一位同行委托给我们的 他要我们去救一个人 但是救人的方法有点奇怪 要我们深更半夜地去小山村 找一个卖馄饨的老头 张扎只说 找卖馄饨的老头干什么 那个同行说 那个卖馄饨的老头生意肯定很好 你找到他后要注意一下他的客人 他不卖给谁馄饨 你就把他给带回来 听到这话 张扎只似乎想到了点什么 就满口答应 说 没问题 地址给我就行 天亮后我联系你 同行发过来了一条短信 我凑过头去看了一眼 发现地方挺偏 大概位置在英手银子矿区 往东三十多里的一个小山村 好像是叫四道沟 我们收拾了一下东西后 就开车直接去找那个叫四道沟的小村庄 却说我俩掐着点 估摸着午夜的时候 就找到了那个叫四道沟的小村子 山里人睡得早 深更半夜的早就全关灯睡觉了 我和张扎只把车停在村口 下车后就扫了一眼 发现这地方连个鬼影都没 那位同行自然是不会骗我们的 他说这里有个卖馄饨的老头 那就肯定会有 当下我俩就下车绕着村子转了一圈 走了没多久 就看到远处有亮着一个节能灯 灯光虽然很微弱 可周围黑漆漆的 看起来却很显眼 我和张扎只立刻朝着灯光走过去 走了没多久 就看到前面隐隐绰绰 七八个人正围着一个馄饨摊 翘着脖子看 那老头坐在一个电动三轮车后面 包馄饨 他包馄饨的速度很快 很快就包完了一盘 直接就扔进了锅里 天寒地冻的 锅里的热气 蒸腾在节能灯上 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我俩过去的时候 老头也没看我们一眼 在那自顾自地弄调料 第一锅馄饨煮了四碗 捞出来后 就分给了其中四个人 那四个人估计是饿得很了 拿过馄饨就稀里呼噜地吃 一边吃还一边夸赞老头手艺好 可定睛一看 这才注意到那些吃馄饨的人 脸色惨白 脚步虚浮 双眼犹如饿死鬼一样 直愣愣地盯着锅里的馄饨 有几个口水都掉进锅里了 都不知道 最主要的是 节能灯下 那些人半点影子都没有 分明就是一个个的阴魂 张扎只说 渡灵者出现的地方必有灾难 这些鬼怕都是横死的 他们死后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一缕油魂飘飘荡荡 然后被馄饨的香味吸引过来 只要这些阴魂吃了他的馄饨 就会变得吃吃傻傻 他走哪里去 阴魂就会跟着哪里去 老张又说 这一碗馄饨死人可以吃 活人不能吃 阴魂可以吃 阳魂不能吃 待会儿咱们在这看看 老头要是不卖给谁馄饨 那人就是咱们要带走的 节能灯光忙悠悠 黑漆漆的林子里 又钻出来了一些亡魂 他们宛若活人 静静地站在锅边等馄饨吃 那老头也不着急 一边煲馄饨一边做调料 做得是有条不紊 吃完馄饨的人也没走 就在那呆呆地站着 估摸着已经变成傻子了 剩下的亡魂 急不可耐地扒着锅头 一副饿死鬼投胎的样子 谁撑想馄饨摊上 忽然有人不满地说 老爷子 你什么意思啊 我又不是不给你钱 干嘛不卖给我吃 说话的是一个 穿着休闲装的男生 看起来也就十七八岁 他可能饿得狠了 想吃馄饨 不成想 老头却不愿意卖给他 此时 老头头也不抬地说 卖完了 没你的份了 那男孩不乐意了 说 老爷子 没你这样做生意的 赶紧的 我就要一碗 我饿了 老头抬起头来 冷冷地说 我家的馄饨 你吃不起 但后来 那老头似乎是有点不耐烦了 说了一句 找死 然后顺手就递给他一碗馄饨 说 吃吧 吃完了好上路 我俩一看 那男孩伸手要接馄饨吃 就知道要坏事 于是赶紧冲出去 劈手就打翻这碗馄饨 小男孩被打翻馄饨后 顿时就怒了 说 哎 你俩谁啊 赔我的馄饨 张扎只说 赔个屁 他伸手一点 直接点在了小男孩的额头上 顺手拿出一个玻璃瓶子 兜头一收 就把小男孩给装进了瓶子里 后来我才知道 这小孩其实就是我们要救的人 他虽然三魂七魄 飘飘荡荡 不知所踪 可是身体却已经被那位同行 用手段护住了 尚未完全死绝 这种人其实是介于生和死之间的 向前一步就是死亡 向后一步就是活路 卖馄饨的老头 早就看出他身体尚未完全死亡 有意要放他一条生路 谁承想 这傻孩子自己作死 非得要吃人家的馄饨 不让吃还闹腾 这个老头不想跟着孩子啰嗦 干脆就递给他一碗馄饨算了 如果我俩不赶紧拦着 傻孩子吃掉了馄饨 一缕游魂飘飘荡荡 就再也无法活转回去了 到时候只能去地府受苦受难了 张扎只说 渡灵人渡的是阴魂亡灵 这孩子明明还有一线生机 你却毫不犹豫地 想要把人家当成厉鬼处理了 好意思吗 不过好在孩子没事 我也不跟你计较了 这孩子我带走 那些阴魂你来超渡 如何 老头翻了翻白眼 说 打翻我的馄饨 摔碎我一个碗 就这么走了 我包一碗馄饨也不容易 碗也被你摔碎了一个 这样 你赔我两千块钱 咱们就这样算了 张扎只蹲下身子 捡起了一个碎片 仔细看了看就说 这是用死人骨头制作的碗 里面还混合了 鹰堪泥 还有制荫草 渡灵人的馄饨不简单 其实用的碗筷也不简单 被我一巴掌拍碎了 人家不要赔偿才奇怪 好在两千块钱 我还拿得出来 当下点了现金 直接就递给了老头 然后卖馄饨的老头 才冲我俩挥挥手 说 走吧 记住别走村北 你们顺着原路回去 后来我才知道 村北的地方 发生了一场车祸 一辆中巴车侧翻 死了十几个人 那些吃馄饨的亡魂 就都是横死在那的人 其中就有我们 带走的那个男孩 也就是那个男孩幸运 魂魄虽然没了 但是身体还流着一口气 属于植物人的那种状态 尚有挽回的余地 也正因如此 我们才有机会 把他的灵魂带回来 算是救了他一条命 总而言之 万物终有轮回 世间万物皆有定数 万物皆有因 万般皆有果 给亡灵准备的东西 是万万不可以触碰的 一定要切记好了 有一位台湾高僧 曾与阎王对话 谈话间竟然发现 世界上70%的人 早就已经被恶鬼附身 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 因为世界里无形的东西 控制着你的思想行为 一般很难判断 因为无形的东西 能量大小不一 在别人身上的症状 也有不同 因此为了判断 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 有没有中招 高僧说出了一个咒语 据说此咒一念便知 相信很多人刚听见 附体两个字 是不是很疑惑呢 附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现在这个年代 被附体的人特别多 之后又该如何用咒语 破解附体呢 最近这十年 到处都能听见 有被附体的人 其实凡是被附体的人 都有一个共性 都不是高智商 这一类型的人 他的欲望都非常强烈 也有极少数有附体的人 心思单纯 非常善良 学历不太高 在修行的时候 心态非常重要 大家现在看到的 许多有附体的人 可以说他有这种现象 属于果的献报 那是什么时候 种下的因呢 促使他有了 现在这种果呢 有的是在前世 种下的因 有的就在这一世 你在修行的时候 渴望自己有功夫出现 久而久之 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就能够看到 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事物 能够预知 预测别人 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最初还以为是 自己修炼出来的神通 但是旁观者都知道 这个人的心态和思想 在慢慢地起变化 和他原来比 有许多地方 是不一样的 但他本人并没有察觉到 到最后严重的时候 他会说周围的人 都有问题 他所讲的 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都是正确的 而且周围人说的话 他都听不进去 这个人的头脑 已经彻底地 被无形众生 所占有了 通常附体的都不外乎 精 灵 鬼 怪 四大类 但是被附体的人 往往会说 是大仙来了 现在的骗子 骗人都会冒充 我是某某公司的老总 我是某某市委书记的秘书 何况无形众生 怎么不会冒充 先佛神灵再来呢 但是无形众生 又是怎么来的呢 他本身在某一世 也做过人 因此他还有 人的习性存在 虽然他现在 没有人的身体 是以无形的身体 附在人的身体上 但是他还带有 过去是做人的记忆 他往往会背诵一些诗词 会讲一些历史上的故事 会做一些 超乎常人的事情 有的附体是来讨债的 有的附体是来还债的 一般来说 附体大约在 十到十五年后 才会离开 即少数时间会更长 不论他是讨债 还是还债 大部分都会在这个时间内 告一段落 我们常常会听到 周围的被附体的人 他的功夫没了 失去神通了 实际上 这是精 灵 鬼 怪 已经离开他了 来还债的不用说 他是让你出一个名气 发个小财 来讨债的 最后的结果是 他来做人 你死后又取代了他 因为他附在人的身上 他就带有人的信息 或者说是带有人的加持力 他既然带有人的加持力 也就意味着彼此相互交换 他有了你的人气 你有了他的精灵鬼怪之气 往往这种人命中以后 必然会到达精灵鬼怪 这个时空层里面去 你活着的时候和什么相应 死后必然会到那个相应的地方去 在临终的时候 精灵鬼怪必然会来接引你 即使是善缘来附体的 如果你长期和他沟通的话 你人体的阳气的力量 也会逐渐减少 假如一个人的阳气很旺的话 无形众生根本没办法附体 他附在你的身体上 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当你的阳气很低 阴气很旺的时候 他趁虚而入 大家是否有注意过 有附体人往往都是 在一场大病之后 有了神通 那为什么会发生在大病之后呢 因为在生病的过程中 他的正气很虚弱 通俗的讲就是阳气很虚弱 凡是无形众生 他都是属于阴性的 当我们阳气的力量降低 阴气很重的时候 自然和他相应 他也就敢和我们接近了 通常民间所说的煞气重的人 无形众生根本不敢靠他的边 如果大家修行比较敏感的话 阴气重的人往你的身边一靠 你就能感受到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动机一定要正确 即使你现在没有办法入道 也不要渴望有神通 当你带着一种渴望神通的心 在修行时 这些无形众生 他自然会来靠近你 你带有这种欲望在修道 实质上是给了无形众生 一个可乘之机 如果你在修行的时候 祈祷有神通 就意味着允许无形众生 到你的身上来 无形众生往往看得见因果 不像我们人类 看不到天道成父 有些人即使看到了 也不相信 如果我们没有对 无形众生祈祷的话 他是绝对不会 附身在我们身上的 可是一旦附身在身上 你想赶他走 他是绝对不会走的 这个阶段的因缘没有结束 你使用任何办法都赶不走 还有一种极少数的人 他并没有附体 而是有无形众生 跟随在他的周围 这种人的磁场 跟有附体的人的磁场 又是截然不一样的 往往无形众生 跟随着这一类型的人 他可以做得了主 可以拆神使鬼 而有附体的人 叫做神使鬼拆 为什么我们要带着 一种正念去修道呢 当你有了正念存在的时候 鬼神都会来拥护你 他也希望 你修行成就了以后 因为他护你的法 因此也受益 所以你能拆神使鬼 在我们修行当中 对于修行人的心态 要求得非常严格 宁可千日不悟 不可一日着魔 一旦着了魔 和这些无形众生 沟通了以后 只有到你开悟的那一天 得到的那一刻 他才不会附在你的身上 而是在你的周围 听你的使唤 否则的话 他永远驾驭着你的头脑 我们常常说的护法神 就是这个道理 提到护法神 很多人在修行中 对护法神特别重视 给护法神供酒供肉 甚至还有整头猪 整只鸡 整只鸭的供他 说的通俗一点 这实际上是修行人 养的家奴 他每天都要给护法神 供酒供水 实际上许多不是护法神 而是一些精灵鬼怪 也确实 有的护法神 是神灵的化身 正是因为 有一个是真的 才出现了99个假的 如果没有一个真的存在 就不会有假的出现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真的 所以大家都愿意去做 结果一做 99个假的 都让你给碰上了 修了一辈子 原来不是在修正道 而是在修鬼道和魔道 活着的时候 能够和他的护法沟通 临终时 被他的护法接引 一个人只要是 一心存有正念 不管是哪一层次的鬼神 都拿你没办法 都会护你的法 即便他的护法神 也斗不过你 一个拥有正知正见的人 如果他是一位神仙 他也不会 叫他的护法神来伤害你 那么 当我们真正的 面临被附体的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只要好好念诵佛咒 就能克服 曾经在网络上 看见过一个佛友 对修持凡音 愣言咒的反馈 这位佛友说 自己曾遭遇过一个女鬼 夜夜来和她睡觉 把她的精气 化成圆光点吃了 如此往复 仅仅一个星期 伺佛友就精疲力尽了 求观音菩萨 也因不够诚心 而没有感应到菩萨 变得孤立无援 最后 他那生前 修持大悲咒的爷爷 在梦里提点她 说要她念诵 凡音愣言咒 才可化解 经过他爷爷的提点后 此佛友便开始念咒 在夜里 女鬼又来了 他就念此咒 和女鬼对抗 都没念诵到一半 就看见女鬼被定身 并且后面出现了一个护法 把女鬼呵斥了一顿 还差点消灭了女鬼 但由于佛友 希望尊者放过女鬼 才让女鬼有机会存活 从那以后 这位佛友 再也没有在夜里 被吸过精气 也从此 对愣言咒 刮目相看 信心大增 心生念 念生因 因生果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万事万物 都是遵循因果之法则的 道圣和夫 曾经就因果 说过这样的话 因是指人生在世 自己所思所想所为 我称之为念 一思一念都会造成因 而有因必然会有果 人生尽力而为 足矣 只要我们内心 把因果循环牢记 心中有行善 端正的念想 那么命运自然 不会对我们太薄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